老战士网上授课盲 同学们 今天的国防教育课由我来上 我叫李光祥 4月25日9时 辽宁省大连市东北路小学在线课堂准时开课 大连老战士报告团 团长李光祥与学生们视频连线 屏幕里 李光祥讲红色故事 化革命传统 分享自己的军旅感悟 课堂上 学生们认真聆听 不时举手提问 评论区更是鲜花 点赞不断 东北路小学党支部书记林春告诉笔者 线上授课 教育效果丝毫不打折扣 许多学生课后还回放重温 近段时间 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 大连市各中小学开展线上教学 由于实践活动组织不变 有的学校对原有的国防教育课进行调整或压减 我们原打算外请人员进行线上国防教育授课 因授课人员缺乏网络教学经验 计划不得不取消 一位小学老师说 国防教育课是增强学生国防观念 培养爱国精神的重要途径 特殊时期也要想办法做加法 大连军分区了解这一情况后 组织人员挖掘军地国防教育资源 全力保障各中小学上好在线国防教育课 大连老战士报告团是该市国防教育的一张亮丽名片 报告团由40多位老红军、老巴陆和老鹰魔组成 俗话说 东北有三宝 大连人则说 大连老战士报告团是第四宝 老战士们经过血与火的考验 具有爱党爱国的赤臣和高尚无私的品格 请他们现身说法为学生上课 更具说服力感染力 军分区以免与各学校对接 将大连老战士报告团的授课列入教学计划 以免针对报告团成员年龄大 网络操作不熟练等特点 积极提供保障 创造网络授课便利条件 他们在报告团成员住处附近 布置网络授课教室 安装网络授课设备及应用软件 我们特意配备大尺寸电脑显示器 方便老手掌使用 管理网络授课教室的工作人员告诉笔者 上课时会有技术人员全程保障 实时解决问题 军分区的同志不仅手把手教我们如何上网课 每次授课前 他们还会帮忙制作视频和课件配合教学 授课过程中 哪里需要互动 哪里需要暂停 都会有人提醒 李光祥说 人民海军成立纪念日前夕 大连老战士报告团 五名成员共同录制了一堂 建设强大现代化人民海军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国防教育精品课 为配合授课 军分区工作人员走访海军驻军部队 旅顺潜艇博物馆等地 拍摄制作了视频短片 全市有100多所中小学 将这堂精品课上线网络平台 组织师生观看学习 4月23日当天 大连老战士报告团成员 还与是第23中学海军航空兵实验班 的学生视频连线 老兵与厨英对话 鼓励他们努力学习 长大后离波更浪 守护海江 据统计 自3月中旬以来 大连老战士报告团线上授课30多场次 军分区为各中小学发放国防教育精品课6部 确保满足学校每两周至少安排一个课时 国防教育课的需求